过年前夕民众交易热络 交通方面也变得更加繁忙 苗栗县警察局针对金融机构巡逻 以及春节期间交通疏导都提出规划 警力与民力全力投入结案工作 苗栗县长中东警前往慰问 感谢在第一线执勤的愿景辛劳 苗栗县长中东警前往苗栗县警察局 和远警们慰问加油打气 春节期间各项交通民生都比以往更加的繁忙 辛苦加倍 春安为情当然也感谢议长副议长 还有几位议员 他们也兼职了各种名利的大队长 那当然春安期间警销都非常的辛苦 这个没有假日 这个还要轮班还要上班 真的是很辛苦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交通能够更顺畅 尤其好一些景点 那个交通是一定需要疏导 尤其像大湖三亿南庄 这个都非常重要 今年的春安春节期间温度又会下降 刚刚在聊的时候看到日本大陆下雪都下得很严重 所以我们今年春节初一的时候又刚使用 那个温度要下降又很冷 所以大家在慈勤的部分要 一定要把自己的家庭的衣服 然后注意安全 我想这个春安有各位警察同仁的辛苦 我相信我们春安一定会的 春节的假期大家一定会非常的顺畅 县长中东警未免辛劳 执勤的警察携情名利也颁发慰问品 今年县内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 2月1号启动 警民利投入节安 县长中东警 医长李文斌等前往 县警局展开慰访 节安工作包含春节前夕 金融机构巡逻守护治安 还有因应廉价的交通疏导 卫民服务等重点 这个春节节安我们也要预防削小 尤其像这几天 最后的这几天 银行这个提顶现金的部分 是不是也请警察局这个加强巡逻 这些工作都非常重要 相信我们苗栗县这么多年来 历届集长对治安的工作能力都非常好 那我相信我们陈世王集长 虽然刚到内 可是我看他很快就进入状况 一定可以带领着团队 把苗栗守护好 让我们的乡亲可以过着 这个幸福的过年 春节期间人潮车潮流动大 远景们服务春节不停歇 一同实行守护 献民游客们顺利过好年